又乱又污的日本神话 西方神看得都只摇头 日本地方不大 却有着完整丰富的神话体系 而且日本的整个神话都非常污 究竟污到什么地步呢 研究院带你探秘污秽的日本神话 先来看看这两位日本大神 伊邪纳美和伊邪纳琪 其地位相当于女娲和福西 而且他们还是一对兄妹 挺正常的故事 忽然就变得离谱了起来 他们俩生了第一个孩子 海参会比寿 长得那是一个畸形 而且还不是人 是一个水质 两个神估计都接受不了 于是将他放进了篮子 再丢进河里就给抛弃了 原因很简单就是不喜欢 在那之后 两个大神并没有放弃造娃行动 有了上一次的经验之后 两人就学聪明了 心想这一次总会生个人了吧 然而并没有 这一次他们生出来一个岛 没错你没有听错 他们生出了整个日本的国土 这个岛没有办法抛弃 但是更恶心的来了 关注我下期 我们接着说 世界上最恶心的神话 日本神话有毒 无悔神发展 绝对让你想不到 日本最初的两个大神 伊邪纳美和伊邪纳其兄妹 近亲结婚 生了个孩子 竟然是个岛 也就是整个日本的国土 既然国土有了 没有人怎么行呢 于是 他俩又开始疯狂地造人 短短的时间内 他们就生出了 日本的各路大神 共计35位 而且这些神都很奇葩 比如说 生到火神的时候 这火神直接把他妈给烧死了 而在伊邪纳美被烧的过程当中 又连拉带土地造出了好几位神 呕吐物成为了矿山神 排泄物则成了黏土神 看完后不得不感叹 日本文化还真是博大精深 真是小刀拿屁股开了眼了 火神把他妈烧死以后 爸爸很生气 一箭就将他劈死 火神死后 他的血液和器官又化成了八位神 此时的爸爸那是万分悲痛 他的泪水就化作了弃泽女神 好家伙原来爸爸也能生 悲伤的他很不甘 心自己的老婆就这么死了 于是追到了黄泉 可是到了那里之后发现 此前一只貌美不花的老婆 这个时候居然变得丑陋无比 居然被吓得连滚带爬的 一路逃出了黄泉 他逃出黄泉后 发现自己很不干净 于是就跳进喝里洗澡 而这洗澡的功夫又造出了一堆神 他脱下来的衣物分别化成了十二位神 洗澡时搓下的泥又化成了四位泥 丸子神岩石则成了天照大雨神 这番神操作 着实把见多识广的研究院给震撼了 在这之后 日本又出了一名大187大蛇 不过它却是中国神话中的一个渣渣 关注我下期 我们接着说 日本神话真的是个笑话 大187大蛇在中国神话中 那就是一个渣渣 根据《山海经大荒》北京的记载 在大雨治水时期 有一条九头大蛇和大雨打了一架 直接被大雨轻松地斩下了一颗头 被砍掉头鹿之后的九头大蛇 奄奄一息 最终死掉了 然而在日本的神话当中 九头大蛇并没有死 而是靠一口气跑到了日本 在一个叫做云国的地方盘踞了起来 因为少了一个头 所以改名为八气大蛇 来到云国之后 它发现呀 这里的妖怪和人类的实力 都不是很强 在击败了当地的几个大妖之后 它成为了老大 当老大的感觉 简直不要太爽 原本它是吃土的 一顿饭能吃掉好几座大山 但来到云国之后就改成吃人了 因为实力强悍 当地人都不敢反抗 只好每年给它送一个献祭的女孩 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 一个叫虚作之男的人出现了 它要求娶老夫妇 送去献祭的女儿 祈祷田基做自己的妻子 而条件就是斩杀八气大蛇 不过这好歹是日本实力强悍的大妖 正面对战 它也知道自己不是对手 于是想出了一条妙计 就是用酒灌醉八气大蛇 果然成功了 喝醉之后的八气大蛇昏睡不起 很轻易就被斩杀了 日本的神话真的不太好评价 印度神话的三大主神梵天 提示如何诗婆 是如何诞生的 本期视频带大家了解 超越认知的印度神话 梵天创世 和我国的盘古开天地十分的相想 最初宇宙一片混沌 它从一颗漂浮在汪洋中的金蛋中 破壳而出 然后开始大刀阔斧地创造世界 它将金蛋扩张成了宇宙 一部分为天一部分为地 它又创造了万物山川 到这里印度神话还挺正常 接下来的画风就要突变开始作妖了 这位创世神 先是从自己的大拇指上 创造出了智慧女神 萨拉斯瓦蒂 然后又分别从自己全身各处 生出了十几个儿子 这也是印度种性质 度的来源 最高等的种性陀罗门 来自于他的头 最低等的守陀罗 不用说你也知道 肯定是来自于脚底 梵天创造完世界万物以后 整天游手好闲 然后迷恋上了自己的女儿 萨拉斯瓦蒂 想要娶她为妻 不知道为什么 世界各地的神话当中 这种事情司空见惯 希腊神话里面的宙斯 就娶了自己的姐姐 埃及神话里面的女神 泰夫努特 嫁给了自己的兄弟 中国神话女娲和夫妻是兄妹 但在印度圣典 废托中乱伦是妲己 萨拉斯瓦蒂 只能够四处躲藏避开父亲 丹田不乐意了 于是本来就有四个头的她 为了无时无刻见到萨拉斯瓦蒂 又多长出了一个头 五个头就没日没夜地 盯着萨斯瓦蒂看 不知道是被她的真心打动 还是被五个头看得甚得慌了 她屈服了三天 报得了美人归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犯天没有逃过刑法 她被破坏之神师婆 用三叉戟砍掉了一个脑袋 这师婆又是何方神圣呢 关注我下期 我们接着说 印度神话最强大的神师婆 真的是离谱又搞笑 如果一定要在印度三大主神当中 评出一名倒霉鬼 那么这个称号非师婆莫属 师婆被称为破坏之神 乍一听你可能会觉得 她是个女神 其实她是印度神话当中最慢 战斗力也是最强的角色 被封为宇宙最厉害的神 她还是苦行之神 常年在喜马拉雅山修行苦练 她热衷于舞蹈 被誉为舞王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 关于她的同像 都是跳宇宙制舞的姿势 同时她还是妖魔鬼怪的统帅 拥有五头三眼四手 而另一面 她又是吉祥的化身 是治疗疾病的治愈神 简直的这妥妥的是偶像剧的大男主 但她也的确是一个十足的倒霉鬼 搞笑的事情在她的身上 那是层出不穷 印度教崇尚苦修 有一天 师婆被一个苦修者感动 答应满足她一个愿望 苦修者用手碰到谁的头 谁就会立即化为灰烬 令师婆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苦修者竟然喜欢上了自己的老婆 第一个想要灭掉的就是自己 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好在皮诗奴出面 成功帮师婆解除了危机 这离谱的剧情 在神仙身上还真是头一次 自施其国也就算了 别人的郭师婆也得背 后来 创世之身范田 也被一个苦修者感动 于是脑子一热 给了她一个能力 除了师婆和皮诗奴的儿子 谁也不能够打败她 可师婆和皮诗奴两大男生 怎么可能生出孩子呢 这不就等于天下无敌了吗 于是这名苦修者大闹天宫 终身被欺负的那是一筹莫展 这个时候 皮诗奴的老婆出了一个馊主意 皮诗奴变成美女 再去和师婆生孩子 皮诗奴正一杆报表 于是立马变成了一个美女 跑去和师婆生孩子 为了世界和平 师婆也只能豁出去了 跟皮诗奴生了一堆孩子 苦修者的麻烦解决了 七管炎的师婆可就麻烦大了 毕竟师婆的妻子 可不是什么擅长 关注我下期 我们接着说 为爱查点毁灭世界论战利论专情 印度大神师婆 让众神自叹不如的 霸气破坏神 师婆是印度神话中 战斗力最强的神 同时也是人缘最差的神 几乎没有什么神愿意 和他打交道 换现在的话来说 他就是高冷的禁欲男神 清心寡欲 也没有憧憬过爱情 但有一天 达查真欲大帝闯入他的视线 萨蒂对师婆也侵入很久 可是岳父看女婿 哪哪都不好 作为众神之神的达查 为了羞辱师婆 特意办了一场盛大的祭祀活动 请了所有的神仙 唯独没有请他 师婆呢也不傻 毕竟是为了岳父 倒也没有斤斤计较 萨蒂却羞慧难当 家在父亲与爱人中间左右为难 于是祭祀典礼当天 他纵身跳入了火海阴火自焚 得知爱人去世的师婆痛不欲生 一怒之下大开杀戒 直到梵天出面才得以平息 之后 师婆便独自一人前往喜马拉雅山苦修 一万年之后 萨蒂转世成为了雪山女神帕尔瓦蒂 前世的萨蒂为爱滋坟 这一世的帕尔瓦蒂 仍旧没有忘记师婆 渴望与她再续前缘 也日日前往喜马拉雅山看男神 不明真相的师婆不为所动 依旧每日潜心苦修 哈尔瓦蒂看着无动于衷的男神 悲痛万分 只好请爱神的帮助 同为神仙的师 普很快就识破了他们的把戏 用第三只眼睛将爱神化为了灰烬 怕瓦蒂依旧是不死心 每日陪在她的身边 和她一同在喜马拉雅上面休息 一转眼三千年过去了 她的真诚打动了众生 也打动了师婆 两人终于在众生的祝福下 喜结莲礼 有情人经过了一万三千年终成眷属 听说帕尔瓦蒂有两个化身 一个化身是雪山女神 美若天仙 另一个化身 则是长着八只胳膊的家笛 吐着长舌头 拿着低血的剑 带着人头项链 出门打架 她就化身为家笛 凶神恶煞 回到家里面 就化身为雪山女神 柔情似水 这样的帕尔瓦蒂你喜欢吗 哪家神话最不可描述 埃及神话必须上榜 让人脸红心跳的众神关系 到底有多乱 大家先记住九祖神这个名字 因为实在是太重要了 话说天地混沌初开始 世界只有一片名为鲁温的原初之水 某天原初之水中出现了一颗蛋 于是 埃及神话中最重要的神 诞生了阿图姆 也就是太阳神拉 从诞生起 阿图姆就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 或许是寂寞空虚了 埃及神话的画风就开始走歪了 丧心病狂的他 将自己分泌的不明液体 吞进了嘴里 并自我育出了一对兄妹 风神兄和雨神太普努特 离谱的是 这对兄妹俩看对了眼 也剩下了一对兄妹 分别是大地之神盖部 和天空之神普特 上梁不正下梁白 这两兄妹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继承了近亲结婚的家庭传统 天天腻在一块 可大地之神和天空之神 怎么能在一块呢 直到太阳神看不下去 下令将他俩分开 世间万物才有了生存的空间 尽管如此 盖部和鲁特 还是生下了两男两女 四个孩子 这奇葩的一家 就组成了埃及神话的九族神话 说回来 这四兄妹同样遗传了父母的神奇操作 分别两两配对 而这也为埃及神话后面的爱恨情仇 埋下了伏笔 关注我下期我们接着说 穆乃伊是如何诞生的 埃及神话竟然上演 哈姆雷特近亲结婚 到了第四代 你没看错埃及大神就是近亲结婚 而且四世同堂 创世神阿图姆 觉得是时候该想想轻浮了 于是便将王位传给了自己最大的曾孙 农业之神奥西里斯 这是一位贤明和仁慈的神 被视为统治者和秩序的象征 他拥有着广泛的崇拜者和支持者 身受世间万物的爱戴 可弟弟赛特心里不平衡 凭什么他是大哥 就能够顺理成章地坐上王位 作为最大的反派 赛克是战争和沙漠之神 象征着黑暗和混乱 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先挑起两人之间战火的竟然是哥哥 奥西里斯在一次宴会上 他勿将弟弟的老婆 看成了自己的老婆 本来这四个人就是兄妹 这一下简直是乱上家乱了 奥西里斯虐了赛特也就算了 还和他的老婆生下了一个四生子 本来就心生极度的赛克忍无可忍 于是设计了陷阱 将奥西里斯 骗进了一个精美的棺木里面 然后扔进了尼罗河 妻子 奥西斯不忍心看丈夫死无葬身之地 将他的尸体找了回来 赛克知道后 又将尸体大卸尸四块 并丢在了埃及的各个角落 奥西斯在女神奈福蒂斯的帮助下 成功地找回了十三块 但是 欧西里斯的重要器官 却给链鱼吃了 据说 这就是埃及人不吃链鱼的原因 全程隐形的太阳神 这个时候现身了 太阳奥西斯 将这十三块用布包裹起 来成为了埃及的第一个木乃伊 那他究竟能不能复活 恢复原样呢 接着往下看 古埃及奇幻神话人死后 花钱贿赂冥王 就可以来世获得永生吗 由于冥王奥西里斯死而复生 古埃及神话中 就有了循环轮回的说法 古埃及人相信万物有灵 认为世间万物死后 都会迁往地狱 接受奥西里斯的审判 只有通过审判 才能够重新轮回 没有通过 就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永远消失 于是 当时人们纷纷效仿 冥王的复活之法 在死去的人和动物尸体上 涂上特制的防腐香料和油膏 再用编织的亚麻布包裹起来 织成木乃伊 这就是古埃及的寻常葬礼 达官贵人肯定就有所不同 有钱能试鬼推磨 他们不少人相信到了民间 生前的财富可以换取优代 黄金献给冥王 让他为死者打开网声门时 能够多多地照顾 而面包水果等食物 以及精美的头枕和柜子 则是给自己准备的 确保自己到了下面 过的也是精致的生活 对此冥王奥西里斯表示 人麻无忧 那么多人等着我去审判 哪怕是你给了钱 也得按流程一个一个地来 每个亡灵都必须在冥王前字 竖清白 并在奥西里斯的监视下 经受审判之称的考验 也就是将亡灵的心脏 放在天平的一端 另一端 放下名为马特的真理治愈 若天平平衡 则证明亡灵清白 可以生上天堂获得永生 若天平失衡 心脏会备手在天平一旁的才吃掉 亡灵则打入十八层地狱 永世不得超生 审判之称在古埃 极文化中 象征着审判和公平 他被视为文明的一部分 并且深深地植入到了 古埃及人的价值观和信仰当中 他提醒了人们 要怀着敬畏之心 远离恶行 并时刻意识到来时的审判 母亲唆使儿子阉割父亲 让儿子惨遭诅咒 这是世界上最庞大复杂的神话 甚至比北欧神话还要乱 很多人第一次接触他 还是因为动画片 圣斗时兴时 故事呢 还是得回到五大创世神 生于混沌 其中大帝之母盖亚 创造了乌拉诺斯 与他结为了夫妻 他们生下了十八个孩子 其中十二个是泰坦巨神 三个是独眼巨人 还有三个是百臂巨人 这些孩子各个神通广大 拥有强大的力量 他们的父亲乌拉诺斯 是天空之神 是一代神王 却是个不靠谱的爹 父爱到底有多沉淀 为了担心自己的神王之位 被夺走 他把自己的孩子 全部关进了妻子的肚子里 做完这些后 这位大慈父 以为自己有安全了 开始享受自己的神王之位 可他却忘了一件事 这个家里还有一位妈 好不容易生出来的儿子 竟然又被老公关进了肚子里 盖亚觉得自己遭受到了侮辱 于是唆使孩子们反抗乌拉诺斯 而此时 十二太坦神中最小的克洛诺斯 巧处强大 他一马当先 跑出去阉割掉了自己的父亲 并且囚禁了他 如此父慈自孝的画面 让人瞠目结舌 大孝子克洛诺斯 成为了新的神王 却被乌拉诺斯诅咒 将来也会被自己的儿子推翻 但克洛诺斯不以为然 他表示 熊孩子嘛 我把他们全吃了 沉重的父爱还在创造传奇 洛诺斯每生下一个孩子 都会吃掉他们 在他看来 这些熊孩子进了肚子里 就不可能再造反了 然而他发了和他爹一样的失误 忘记了这个家里还有一个妈 克洛诺斯的妻子瑞亚 不能忍受自己的孩子被吃掉 用一块石头替代了咒丝 长大后的咒丝 推翻了克洛诺斯 救出了自己的兄弟 成为了新的神王 果然熊孩子是应该好好教育的 否则他们真的是会拆架 你知道吗 在我们出现之前 竟然出现过四代人类 他们有的成为了半神 有的成为了魔鬼 而最小的第五代正是我们 你听说过希腊 神话中的人类清除计划吗 据说这个计划 跟潘多拉的魔盒有关 你相信吗 希腊神话当中 竟然出现过五代人类 他们之中 有的拥有比肩神灵的力量 最后还变成了半神和魔鬼 而我们则是最弱的第五代 知道真相的我 忍不住眼泪掉下来 你可能无法想象 人类竟然可以不用劳动 也没有疾病和衰老 但在希腊神话当中 这是真实存在的 生于黄金时代的第一代人类 死后游走于云雾之中 成为了保护神 比起第一代人类 后面的人类 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第二代因为粗眼而傲慢 宙斯打入了地狱 成为了魔鬼 第三代则因为残暴而好战 被贬入了地狱 第四代是半神 战死沙场后进入了天堂 第五代是最弱小的一代 那么问题来了人 类是由谁创造的了 尼巴尼人的传说在希腊 神话中是同样存在的 而这位创造人类的神灵 正是盗火英雄普罗米修斯 他用泥土和水啸仿猪神的模样 创造出了第五代人 不仅如此 他还为人类从奥林匹兹山 盗取了国种 让人类从此拥有了 战胜自然的力量 宙斯为了惩罚他 用铁链将他永远地 锁在了悬崖绝壁上 要以只秃鹰 每天着实他的肝脏 给予他永远的痛苦 而普罗米修斯 却从未后悔过 为了惩罚普罗米修斯 盗取火种 宙斯令众神 创造出了女性潘多拉 潘多拉得到了众神的垂涯和礼物 是众神所创造的艺术品 却给了潘多拉无穷的好奇心 和装满了灾难战争和疾病的盒子 并告诫他永远不要打开 由于终日被好奇心所折磨 潘多拉最终还是打开了魔盒 给人类带来了灾难战争与疾病 从此 潘多拉的魔盒 就成为了不祥的象征 告诫着所有的人类好奇心 不仅害死猫 还会害死人 你知道吗 希腊神话中的冥界 不仅是死人的去处 还关押着 比神王还要强大的怪物 希腊神话中的冥界 是什么样子的 里面关押的怪物 个个比神王还要强 如果要说起王者的国度 希腊神话中的冥界 绝对是最可怕的地方 这里的怪物 每一个都拥有毁天滅地的力量 希腊神话当中 冥界是王者将会到达的地方 进入冥界以后 王者首先会看到一条汹涌的冥河 那正是痛苦之河这条 河流有着神秘的力量 就算是最轻盈的王魂 也只能乘坐百度人卡龙的船只度过 而百度人卡龙 会向所有的王魂 收取一尾金币 你以为卡龙只是一个普通的船夫吗 你可能不相信 就算是冥王哈迪斯 也不敢在他的面前造次 因为他是五大创世神中 黑暗之神和黑夜女神身下的儿子 镇守着冥界之河 为王魂摆渡 如果王魂无法支付金币 便只能在冥河里面等待一百年 人受河水侵蚀灵魂的痛苦 因此 为了确保逝去的亲人 能够安全地到达冥界 古希腊人会在死者的兜里 放上一枚金币 让他们安全地渡河 穿过冥河之后 王者将抵达地狱之门 这里镇守的是希腊 神话中最可怕的怪物之一 地狱三头犬克尔伯洛斯 他有着三个头颅 三个头颅 有着三种不同的性格 在整个希腊神话中 只有大理神和拉克勒斯战胜过他 如果你是王魂 那你可以安全地通过 如果你是活人 那么你最好比大理神还要厉害 你以为地狱 三头犬已经是 冥界最可怕的怪物了吗 说出来吓死你 冥界里面最可怕的怪物 其实还是冥界本身 见过他的人 个个都罪孽深重 穿过地狱之门 在真理平原 接受冥王审判之后 罪孽之人 则会进入到可怕的囚龙 塔尔塔洛斯之中 他究竟有多可怕呢 他身下的怪物皮肤巨神 曾经贡献过奥林匹斯山 神王宙斯八匹抽筋 而塔尔塔洛斯 是五大创世神之一的 地狱深渊之神 更可怕的是 他拥有着生育出 地狱怪物的能力 而且他的身躯 还是整个世界的威胁 如果他挣脱了 冥界的束缚 整个世界将会被他吞没 人间将会变成 真正的炼狱 不过幸运的是 由于他已经成为了 冥界的一部分 他无法自主地行动 只能让他所剩的恶魔们 做完天界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 所有内容 哪个让你印象最深刻呢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里 告诉我们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 记得帮研究院点个赞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